不論到底要有多少錢 才能夠安心退休 如何穩健投資持續有報酬 更是關鍵 傳統市場上認為 年輕時應該要把這個股票比例拉高 而年紀越大的時候 債券比例就應該拉高 主要是這個股票的波動大 風險也比較高 但有財經專家認為 關鍵不是股債的比例 更重要是所謂的暴險比例 而接下來我們就要再請教韋伯了 4%的報酬率 其實也不容易年年都做到 威廉班根他所提出大約是股六債四 那台灣大部分傳統反而相信 認為年紀越大才退休 債券配置就要越多 但這個想法不一定是對的 財經專家是怎麼樣給我們建議的呢 魏伯 是的 在退休之後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所持能夠承受的風險能力就會越小 但單純只增加債券的比例 其實很容易會導致資產的成長性喪失 因此可能透過增加了 訂存或現金的一些配置來降低資產的風險 但古代依舊還是要維持個50% 來可以維持說部分資產的維持成長 也還有這同時也可以降低波動的風險 才能達到資產配置中 就是要能夠一直不斷的 創造現金流的一些效果 是 瑋伯 您剛剛所提到的這個什麼叫做這個 也就是最差的這個退休時期 反而是最佳的投資時刻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OK 我們曉得說就是近一年來 聯主會在激烈升息之下 我們確實看到了股票跟債券資產有明 有顯著的下跌 那不過換個角度來說 債券的殖利率確實也提高了 那今年一度也可能達到5%的水準 這是一個相當難得的布局機會 那因此班根他也提到說 就是相較於過去兩次的熊市來講 今年的熊市反倒是比較舒服的 原因就在於說 可能就是能夠找到這個4到5%的資產 然後這個資產相對為 是股票是比較小的 那這邊來講的話就是說 可能在美債子利率的上升 對於提領率能夠維持4%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作用 好的 謝謝瑋伯 您今天的分享 以上就是本期金州最前線 三立搶先看 我們再會